你们有没有突然崩溃过 那天出去三星又路过了那家煎饼店 我想要不要买个煎饼回家吃 下午就不用做饭了 在我思考要不要买的时候 我妈就一直在催我 因为那一天很冷 她怕我感冒了 我说冷不冷我自己知道 我虽然是烫了 但我不是傻了 连自己冷不冷都不知道 然后就把自己气哭了 我考虑要不要买是因为 第一次我买的时候 老板看见我是坐楼椅的没要钱 所以我有点不好意思 害怕老板有不要钱 白票人老板 之前没在他家吃过 上次吃了还挺好吃的 不是人家没要钱我觉得好吃 我住的这个小县城 之前也买过几家 都没吃起来好吃 有通车的小伙伴们 可以尝试一下 今天不管咋的 也得给我们老板钱了 我坐在楼椅上比较矮 上次是人太多了 把二位马挡住了 我扫不到 也怕耽误人家 做生意就没相互拉扯 这是我受伤这些年 第一次买东西 人家不要钱 心里真的超暖 还有一次是我买完铁饼 没几天后 买杂串老板也没要钱 虽然没多少钱 但能让我觉得这个世界 还是温暖的 还是有温度的 祝两位老板 生意新楼越来越好 最后感谢所有陌生人 对我们这样穷体的我们 给的关心和帮助 就是有大家的关爱 才能使这样的我们 越来越坚强 越来越勇敢 今天也是祖国母亲的生日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感谢观看